绿灯亮起车辆和机车往前进要通过路口 突然一辆蓝色轿车从左边窜出 完全没有刹车直接撞上 起过路口的机车骑士 导致骑士撞上挡风玻璃 滚了一圈倒地 车祸发生的地点在云林斗六市西平路路口 肇事的蓝色轿车正姓驾驶 疑似没有注意红灯耗制闯红灯 才会撞上机车骑士 警察接获通报后赶到现场救护 还好被撞的机车骑士没有明显外伤 只有屁股疼痛 警方也提醒经过绿灯路口 还是要放慢速度 注意周围车况做好防御驾驶 可以降低车祸发生 华西红林 稍微月五件红玉米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